一个老人报警求助 在房子外面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 警察让他描述一下对方的样子 但是老人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 老人被吓得心脏病复发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老人被吓得贪软在地 警员开始巡查房子的四周 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医生给老人做了检查 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受到了惊吓 医生帮他调整呼吸 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异常 透过玻璃 根本就看不到外面 只能看到里面的镜像 也就是说 那个人根本就不在外面 他们也成功在地上 找到了脚印 说明他当时站在老人的后面 但是并没有伤害老人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以防万一 警员让他去孩子家住一晚 老人同意了 他来到女儿家 女儿刚刚换了房子 正在收拾房间 而这时 警员打来了电话 让他注意安全 因为警员调查后发现 女人的前夫有暴力倾向 刚才的事 很可能是为了套出你的地址 女人似乎预感到了危险 他看向窗外 发现他的前夫 正拿着刀站在外面 两人被吓坏了 男人开始疯狂地砸门 很快 大门就被砸开 他大喊着女人的名字 像发了疯一样 开始在房间里寻找 这时 他看到了卫生间的门关着 而警察 还有两分钟才能赶到 男人用脚 在门上踢出一个大洞 但是开门后发现 竟是老人 就在这时 女人出现在他的后方 拿起棒球棍 直接敲了过去 接着女人继续疯狂地补刀 不一会儿 男人就当场领了盒饭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不太好惹